2018年1月16號 今天是慶福克魯埃西亞的第四天 我們來到那個SPRIT的國家公園 台灣又稱了十六湖國家公園 在1949年化為克魯埃西亞第一座國家公園 那在30年後也就在1979年 登陸在UNESCO的部分 我們現在即將在整個Station 2 乘這個Ferry坐船到Station 1的部分 坐乘船時間大概有15分鐘 可以看到整個冬天的克魯埃西亞的十六湖國家公園之美 那由於現在這邊屬於中湖區的部分 我們將乘船目標是往下湖區 因為在整個冬天上湖區目前的步道是停的部分 可以看到整個全部的風景之美 尤其在左手邊有一些的Waterfall的瀑布 有一點像四川的韭菜溝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喜歡這樣的風景呢? 其實見仁見識 有些風景錯過就沒有了 所以要趕快的把握時間呢 旅行一見新自己 幸福新世界 小編Steven 因為早上飄飄的一些小雨呢 先看一下整個風景 真的是非常肥還是不錯的 剛才我們從的船屋從那邊坐來 然後有三個的船長帶著我們 感覺上今天的溫度大概在五到六度之間 那整個風景呢 比較幽靜 有一點像整個大河鏈之旅的味道 在整個國家公園呢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野生動物 那在整個十六湖國家公園 它是以熊來做的代表 再問了我們這次的導遊呢 是當地的 來自科羅拉西亞 身高有172 三圍呢晚一點再跟大家講 再來可以看一下整個 它介紹這邊的十六湖的部分呢 目前是沒有看到熊 但是卻以看到熊來做代表 三月三十六湖 有一些烏鴉 不是啦 這有點像如此 坐船有15分鐘 嗯 嗯 早有帶我們去這樣繞了一圈 那它也會稍微介紹一下這邊的路線 還有包包布道的部分 哦,有點像 哦,黑丘 哦 再橫子丘 哇,好像又飄著小雨了 溫度能夠有降已經算不錯了 呃,旅行 旅行 遇見新自己 幸福新世界 我們現在來到的幸福克羅拉西亞之旅的部分 可以看一下整個人文 自然生態的風光 那國家公園的定義呢 一定要它的生態 一定它的一個歷史 所以整個克羅拉西亞 結合在整個東有豐富的人文 自然的生態保護 使成在整個克羅拉西亞這邊的山區的國家公園 Sprits 還有國家公園呢 非常非常的經典 小學Steven 現在時間是2018年1月16號 幸福克羅拉西亞第四天的 早上的9點30 五分 哦,因為9點半發船的公分 我們現在時間已經過了五分鐘 這邊的湖面呢 感覺還是還好 但是有這麼多的魚的話 應該是還蠻有特色的 我們剛剛又拍了一張團體照 剛好是沒有下雨的不坑 有一些不坑的藍天 後面是喜紅的姐姐 這次的主團是來自喜紅旅行社 那由Jerry來當這次的總領隊 我們已經有用了三個導遊了 第一個導遊是在那個 阿迪尼維也納 也就是葛雷茲的部分 葛拉茲的部分 第二個導遊是在斯洛維尼亞 一個Victor的部分 現在這次遇到的第三個導遊 等一下的名字我再跟他記下來 名字他剛才講的又不是很清楚 原本的這邊總聯絡人是叫安妮塔 結果不是 是另外一個帶著白雪公主 因為他帶著白定的帽子 紅色的圍巾 這邊原本像是紐西蘭的米伯峽灣 但是還是不太一樣 這次又是國家公園跟峽灣 Galaxy是完全不一樣的風景 只說天氣預防預期會下 雨會下落到11點 所以淡淡的雨滴呢 整個飄渺 把整個十六虎國家公園 有一個非常寧靜自然之美 很悠閒的享受自然的風光 這是我們所有的團圓 整團呢大概有30加1位 我們從台灣的桃園 1月13號的晚上出發 乘坐華航西亞A350-900的大型的客機 13.5個小時直飛到維也納 你看這都是我團圓在後面 很悠閒 十六虎國家公園 如果是在夏天來的話 它的溫度會大概會到30度 所以也是滿秋高氣爽的 風和日麗的 現在是外面是飄著雨 還是飄著雪呢 就不曉得了 溫度目前重還可以 旅行一見新自己 幸福新世界 克羅埃西亞之旅的第四天 掰掰 我這邊先暫停一下 歡迎自行搜尋 謝謝 麻省 我